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6日星期三 我先把这个预报稍微改一下 今天呢这个已经提前开播了 这是我们第三季的 OK 第5 已经是23期吗 哇厉害 欢迎大家准时来到小白合租日记 我是你们的小白老师 又为大家带来一期精彩的日常直播 那么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是每周二三四的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准时开播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林中白狼 也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室友 阿根欧洛小姐姐 阿根欧洛呢刚才经过我的反复劝说 我说大家其实真的想你 大家爱你 然后大家都非常恨那些痛恨那些 就是那个就是发私信 然后骚扰那些魂穷 然后我一个正想让阿根欧洛告诉我是谁 但是阿根欧洛善良 他怕我 怕我揍那帮家伙 所以呢就就就就就过去了 我觉得阿根欧洛这样的胸怀 真的是了不起啊 那然后今天又很赏光来到书房坐一坐 我特别的感动 其实我也希望你的坐在这里稍微的分分心 然后听我胡说八道 不是不是听我好好的说到一番 对啊 好吗 好的 OK 待会有好东西送给你哦 是吗 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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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网友说手机卡了一下 竟然把重播两个字都变没了 哈哈 是这样的 这呢是我们的一个小功能 卡一下的话两个字就没有 但其实现在依然是重播 有人说我要打死敢于骚扰阿根欧洛的歹徒 没错 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这种这种魂球 这种这种这种货 我跟你讲啊 就这事没有完 因为说到底你是谁 现在就在阿根欧洛他的私信里边 总有一天阿根欧洛会告诉我你是谁 那个时候就让你好瞧 OK 等着咱们走着瞧 这个事没完 但是我首先还是要说今天的事情 首先我要说到的话题是什么呢 是来自天津 天津的好消息 就在今天 在这个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开幕式上 哇 天津发布了新的人才引进政策 叫做海河英才行动计划 什么意思 难道说让广大的英才跳海河吗 不是 是海河敞开怀抱 欢迎各位英才 就说大幅放宽了人才落户条件 自主选择落户地点 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天津了 低到什么程度呢 全日制高校本科毕生 只要你没超过40周岁 你就可以直接落户天津了 那如果你是硕士研究生 只要你没超过45周岁 你就可以落户天津了 如果你是博士研究生 只要你还活着 不管你多大 你可以直接落户天津了 就这样厉害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我要为天津做下广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天津这个城市 相当的不错 它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北方城市 那现在呢 场坏怀抱 也许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去天津哦 去天津 去天津 来 我现在带大家欣赏一下 天津的美图 叮 大家看 这就是天津著名的摩天轮 我曾经带着一个妹子呢 就是开车 开号圆 跑到这儿 然后结果排队排半天 居然没有能够排上 这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遗憾 因为再也没有机会 和那个妹子一起 坐摩天轮了 但是天津还在那里 摩天轮还在那里 这就是美丽的天津 怎么样 很酷吧 简直像美国的曼哈顿一般 对啊 如果天津现在其实相当的强悍 然后呢 它有着悠久的历史 有非常丰富的文化 然后还有天津味 还有那个狗不利包子 等等等等之类 我这个天津话 怎么现在推不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各位 我在这里替天津呢 做做广告 动员大家 到天津去落户 到天津发展 然后天津离往北京 也很近 对啊 大家就是彼此距离里的很近 来跟我说 首先请问 咱们在线现在有15891位网友 其中有没有来自天津的朋友 如果有天津的朋友 打一 为天津打一 就是这个天津的朋友 大家好 不会没有人吧 非常不标准的天津话 我曾经有段时间说的很好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说的很好 但是后来串了 有天津朋友出现了 天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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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人在问 这个室友是哪个 岂有此理 这个室友不过是 那么几天没有来 这个室友就是我们家的 阿根欧洛 遗族美少女 阿根欧洛 他的这个新浪微博 也是阿根欧洛 阿根就是阿根廷的 阿根欧洛 欧洲的欧洛 是王洛丹的路 王子旁的那个路 OK 好吧 我看到有好几位 是天津的朋友 那我现在正经来说一下 就说 因为其实天津是直辖市 然后离北京非常近 然后天津又是临海 然后它其实是非常棒的 一座城市 我其实没有想到 天津这样的城市 居然能够放开这样的标准 然后招揽四方人才 所以说成格的 与很多城市相比 洛湖天津 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所以我在这里 由衷地想问一下 各位 你们现在在哪里 你们是否 对吧 愿意到天津来落户呢 来 想去天津的朋友 打一 我先来带动一下 我打个一 阿根欧洛 我跟你讲啊 就说 你有没有兴趣 把我打扰你 你有没有兴趣去天津呢 天津 对 天津现在落户 敞开落户 然后只要你愿意 就可以直接落户在那里 是吗 对 对 对 本科就可以 但房价很贵啊 不是 那个就是与北京相比 还是便宜的咯 但是你的家人 亲戚朋友都不在那边 我不会考虑 你去了之后就有可能 把他们都围绕过去 我还是比较喜欢南方 你可以持终立意见 或者保留我的意见 我还是比较喜欢南方 这里有人说 我小学毕业是否能够落户天津呢 天津现在的意思是 最好你是大学毕业 对 或者研究生 或者像我 我是博士 那就是我任何时候都可以落户到天津 好迷人 我真的很想落户到天津啊 这里有人询问说 这个穿红衣服的室友是谁 这个穿蓝裙的室友是安根欧络 然后穿红衣服 这个是主播 好吗 有没有人想去天津啊 天津天津天津 这有人在做宣传 来我们霸都吧 霸都呢 就是著名的安徽省会合肥 对吧 是著名的霸都 又骗我去天津 上次你还骗我去非洲搬砖 那你不是也没去吗 你要是在非洲搬砖 你现在肯定看不到直播啊 对不对 其实说真的天津不错 各位仔细想 就说 现在北方的问题就是 北京一家独大 对啊 其实北方的其他城市 弱了点 你看像上海 它就带动了周边 哇一大堆的城市 都发展起来 所以你可以想 中央的政策 现在一定要扶植北方的城市 包括什么天津啊 青岛啊 包括什么石家庄啊 等等等等的 对包括现在建设雄安新区 所以我认为天津 有美好的未来 对值得 值得去尝试哟 所以所以所以 房子买不起 天津的房价很贵吗 天津的房价好像还可以吧 落户也得买进去房吧 本科毕业15年 在家待业了15年 我决定去天津了 可以啊 对啊 你在毕业之后15年 现在也是一无所成 我算是22岁毕业 现在是招号是37岁 距离它40岁大线 还有三年 可以赶紧去咯 深圳是我的最爱 欢迎阿根 终于来了 后面的背景太抢眼了 终于看到直播了 崇伯党你好 反正我今天是认真的推荐一下 因为我觉得天津不错 然后我认识一些天津朋友 人都很朴实 对啊 所以所以所以就是 而且天津又很有发展 你知道天津很多地方 包括在海河沿 漂亮的不得了 对啊 就是它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就大家为什么不奔着 就是明显会有巨大的 发展的空间的地方 然后去卡位呢 嗯 各位 没有其他条件吗 只要有学历就行 对 只要有学历就可以 OK 去天津送外卖吗 送外卖也不错呦 送外卖反正正点不少 有什么关系啊 是吧 我就是天津的天津你好 小白给中国城市排个名 这个事情我是不会干的 但是不论如何 我觉得啊 嗯 必须承认一点 就是 虽然我并不介意 就是我们也不追求这个 但是你必须得 面对一个事实 那就是北京还是 最好的一座中国的城市 OK 其次呢 就会轮到比如上海啊 然后这之后呢 可能会轮到 其他的一些城市 就是北京和上海之后 我就不排了 就因为大家这个争议太大 是吧 但是前两个呢 这个 但我认为现在 有发展的城市 其实天津不错 天津人才引进吗 成都被坑了 新房 在说什么呀 在说什么呀 我就是天津的 天津的海河水 好多美的地方 你们最好别 别别别别 别什么 别什么 北京环境不咋地 北京一家独大 天津季县旅游不错 你们最好别来天津 你这个自私的人 你这个封闭的人 你看我们北京 对来的人这么多 我们依然欢迎 对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就不能够 这些人是活力的源泉 如果天津再不引进 活水轮 活水来的话 那就出问题 对呀 大专能去吗 看一眼 他没说太清楚 他反正说本科以上 40岁以下 都可以去 大专 对吧 我就不知道是 怎么个意思了 成都现在控制房价 欢迎人才 你看人是成都人 你看人是成都人 我跟你说 昨天说到那个 成都现作的消息 心塞心痛 你要在成都买吧 现在就是我 我本来就是成都活口嘛 对呀 只能买一套 之前你买几十套 几百套都可以 突然现了 一堆人走了 不是 那问题是 你之前也没买啊 之前买了一套小的 对呀 那就是你可把小的卖 买到大的嘛 啊 算是 对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 我们家阿根沟洛的底气 它其实是个成都的 一组妹子 好吧 对 就是这样的 就是 呃 所以 所以没关系啊 你现在可以落户天津 到天津买一套 嗯 太冷了 天津不冷 天津真的挺好 我去过一次 嗯 去过一次是吧 对 这样吧 咱们家下次组团 我开车 把你们带过去 可以啊 对对对 然后 坐摩天洞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咱们家有个 有个妹子 嗯 就是那个 空姐 她妹妹 嗯 对 这个 柯柯佳 柯柯佳是个模特 超模 德国全国大赛总华军 然后她只有假期 才能够回家来 所以她现在 其实就在天津上学 然后她说过几次 叫咱们过去 然后他们那儿 特别多好吃 哇 OK 这事定了 好吧 嗯 嗯 然后呢 有人说到呢 说主播又骗人去天津 我没有骗人去天津 这是你自主的选择 然而我认为天津 绝对是可以去的 OK 好吧 成都也是可以去的 OK 好吧 嗯 好吧 而且是一口气 能够买几十套房的 成都妹子 啊 这是她是一个形容 这是她一个比方 OK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到 与成都有关的话题 确切说是与四川有关的话题 因为这次四川航空 哎呀 露了一个大脸 这下来让我们都非常的佩服它 就大家都说四川航空 怎么这么厉害呢 对啊 就这回川航 对 是从重庆非拉萨的航线 在前挡风玻璃破掉的情况下 居然破降成功 居然没有出事 哇 太厉害了 这个在世界航空史上 可以说也都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据说是第二期 对啊 所以川航 这回厉害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空军的转业的老飞行员 对吧 作为机长成功的把飞机破降了 然后现在大家就各种的赞美川航 对啊 然后我也觉得怎么赞美它呢 都不过分 而且 现在据说呢 是要给他们奖励 我觉得像这样的机长 你讲它个上千万 没有人会激动 没有人会激动 对 讲一百万的绝对都少了 对啊 它保住了整个一飞机人的心 它保住了一架航班 它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 这样的机长 就应该让它成为大富翁 对 让大家都羡慕它 包括每个空姐 对吧 我突然想到有个问题 如果这个机组奖励太重的话 他们会不会就此退役呢 对 那就可惜了 这么优秀的航班 还是要让它留下来工作才可以啊 所以关于这次呢 四川航空 对吧 这个英勇的壮局 我们还是更多的了解一下 来看 走你 紧急迫降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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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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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现在没有想到他的飞行技术还这么的牛 所以大家现在去说许多人是专门订票 我要订穿航 我要订穿航 对 这位说的好 马进先生他说开车也要系好安全带 没车 就是即使你是个老司机 对吧 该系安全带的时候也要系安全带 那说到穿航 现在因为大家就是找不出话来夸他 我就见到许多人拼领的回忆说 哎呀 我做过穿航 穿航特别好 好在哪呢 大家重口疑词的都在夸 说穿航吃的不错 说这个穿航美食假天下 在各个航空公司里边 四川航空的美食似乎是别具风格 别具风味 对呀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尝到 比如他们的头等舱 但大家的反应 即使是你做经济舱 对呀 比如发到的淡淡面 还是非常非常香 就这个飞机餐呢 对 这个盒饭 对吧 包括给你的米饭 也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当你觉得一个航空公司好的时候 确实觉得它怎么都是好 这个是大家正常的感觉 我也做过穿航 对呀 然后我现在由于就是现在对它有这个好印象 所以基本上我的回忆都变得温馨而美好 说实话以前也没有觉得特别的觉得怎么样 但是现在就是觉得好 这没办法 然后说这次呢 因为实际上是有一飞机的乘客嘛 对呀 结果这个乘客们 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感觉是最直接 也是最惊心动魄的 对呀 所以其实当时这是拍到的情景 舱内那个氧气罩全都刮下来了 所以可以想象每个人心里都非常紧张 然后居然就情侣经过了这么生死一幕 哇 这可是经过了真正的爱情的考验啊 好吧 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场来看一下 就是这些穿航迫降的亲历者这些乘客 对他们的感受又是在那样怎么样的 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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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小心 除了一下这区军牙线队 还有那个氧气 它就掉下来 然后都很放松 一直在这区降落的机场 机场的问题还是很经历 就是让我们大家也持续在周围上坐 别的乱走 没有大家的 反正都惊慌嘛 而且有些还哭 很惊慌啊 反正心里很惊慌 很惊慌 哇 是不是要去死了 就是医生 上的时候就看了一下电影啊 然后和女朋友聊了一下片之类的 刚吃完餐同女生就下掉了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报警女生 她的嗨康 她也一场冷静 当时下降的时候 加降了15秒吧 当时就觉得 要是持续下降的话 肯定就很分碎骨了 当时直接醉亡的话 那给夺疼嘛 就想到这些 幸亏下降到数秒 就会坏住了嘛 然后我们就觉得 下降的话也不会直接坏毁 我们下了飞机才看到 前面的早晨玻璃坏了 那时候我们才有很害怕的感觉 可能就是觉得 怎样子都能和她在一起嘛 反正我们下了飞机就给了彼此一个大招的拥抱嘛 这感觉也是很幸运 也感谢就彼此的做过嘛 当时飞机上说电子社都已经分明了嘛 也没有空想 我们最后想 要是着急的话 还会很急 然后就很叫 他们也很多在说 做了什么事情的话 就得加个鸡腿吧 然后我们就 就买了一个大鸡腿 好吧 结果这个小周和他女朋友 改签了航班 下午两点还是飞到西藏去了 就是这个 你看 这个厉害了 就是据说呢 这架航班上大多数的乘客 经历了这么长 进行动播之后 说哎呀妈呀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然后他们的反应 你知道什么吗 我们继续飞 我们还是要飞过去 对啊 所以我们有着一流的机组 有着一流的空乘 说真的 这个乘客的素质呢 也不错 胆大 然后我觉得像这种 经历了这种生死考验 那就应该毫不犹豫的去 领结婚证就对了 直接去民众局结婚吧 是吧 好了 现在时间是20点47分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小白老师 为你编辑主持的小白合作日记 我们的节目呢 每周二三四的晚上 八点到十点之间准时开播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临终白狼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家 室友的新浪微博 是阿根欧洛 阿根是阿根廷的阿根欧洛 欧洲的欧 王洛丹的洛 王子王的洛 话说我们家阿根欧洛呢 现在在考虑 就是说他自己 将来可能会开一个直播 然后如果他有进展的话 我会随时向大家通报 随时向大家 就是推广 然后去给阿根欧洛掌掌粉 好不好 有人询问说 今晚怎么没见兔兔呢 兔兔在他屋呢 兔兔有他自己的事要忙 OK 今天我把阿根欧洛拉过来 因为好久没见到他 然后也有很多的网友 不由的担心他 还有人询问说 小倩去哪里了 小倩前两天回来了 然后这礼拜又走了 他去拍纪录片去了 就是我们的小倩 现在是一个优秀的 纪录片的制作者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 就在今天 位于山东的一个海滨城市 叫做烟台 大家知道烟台这个地方吧 烟台有个著名的烟台大学 这个大学还真是 烟台大学就在今天上午举办了 2018年的春季运动会 然后照例各学院方队的 举牌的小姐姐 超漂亮 所以我们今天来欣赏一下山东烟台 烟台大学烟大女神 反正在每个大学里边 就是不成本的惯例 那就是本系的细花 会出来举这个牌子 对引领各个学院 什么什么出厂 然后细花里边最漂亮的 自然就会成为校花 所以我们今天也忍不住 我欣赏一下 我特别喜欢看各个地方大学 在这举着牌子的各位女神 来看 这就是烟台大学 积电汽车工程学院的举牌子小姐姐 果然是女神范 但是女神未免也太严肃了一点 对 不愧是搞汽车工程 来看这个 这个是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 这位小姐姐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头上 这是贝壳还是鲜花 因为烟台是个海滨城市 所以他们很方便 会捡到一些贝壳什么的 所以如果点缀在脑袋上 也会非常的奇特 对 也可能是鲜花 不错 不错 好 再看下面 走着 这个是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有气场 对 有气势 好 下一位 法学院 好像格外的严肃一些 让我们感到了法律的威严 而她背后站的那男生 是吧 他们的表情好像都很相似 来看下面这位 这个是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 好高大上 大家有没有见到 她背后站的妹子 其实也不错 一侧的妹子 很不错 继续走 来瞧这位 化学化工学院的女神 不错吧 就不要以为学理工的女生 好像就怎么地怎么地 就是他们有时候颜值高起来 很厉害的 不过你也不要设想 说一个化工学院的 个个都是女神 对 你可以往后看一看 其实大家主要不是以女神为主 大家是以学识学问为主 以及动手做实验的能力 包括这个试管啊 什么之类的 干锅啊 什么 那都很厉害 其实我们再往下走啊 这个厉害 这个是燕台大学的海洋学院 你看这位海洋学院的女神 是吧 当她走起来的时候 你就不由地想起 大海上的台风 就是反正有那种气势 好继续走 烟台大学的建筑学院 一看就是稳扎稳达 对 粗中有戏 很稳 很稳 然后是 烟台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小姐姐 这个这个 我忍不住 看一下 放大一点 哎呀 我这由衷的有个感觉 就是说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年轻人还是应该多学一点 马克思主义 不知道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 是不是能够再加任 反正如果让我投票的话 烟台大学 今天的运动会非常成功 大家举牌子 小姐姐都各有千秋 但是我自己就是 我更愿意选择 对吧 加入马克思主义学院 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哎 不知道我在直播中 公开有这样的表态之后 如果有机会到烟台大学 去参观访问的话 是不是可以和 对吧 马克思主义小姐姐合个影 嗯 嗯 有人请问 阿根回来了吗 在我的劝说之下 我向大家表达说 对吧 这个就是 大家其实还是蛮喜欢他 蛮想念他的 所以 阿根欧罗呢 赏光 今天又肯坐到 我们家树坊的沙发上了 真是好久不见的感觉 嗯 有人学问说 烟台大学 难道就没有文 文愿和意愿吗 这个我不知道 但他们现在仅仅出动了 一些理工的学院 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学院 就已经 是吧 让大家各种的凌乱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 OK 好 谢谢 荷花荷叶连棚偶送的烤鱼 谢谢 让我感觉到了 烤鱼嘛 海边的气息 嗯 这里有人形成说 社会主义国家只剩几个了 So what 就是你代表谁来呢 你代表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又你代表了 你算老几呀 对啊 社会主义受到了挫折 但是社会主义代表着 人类的良心和理想 那就是追求人类的平等 而不是少数人霸占天下的财富 轮到你 也不过是被人家奴役被剥削的 其中的一分子 然后你在这得一羊 跑来又要受到又没几个 你代表什么立场 资本家的 罚走狗吗 鲁迅先生这么说过 就这种人 想到我这倒便宜 总是碰着一鼻子灰 我喜欢看到你这个 悲惨的惨西凉 滚 好 关于烟台大学的这个事情 说到这里 真的是有不少的女神 如果有机会去烟台的话 也一定要参观一下 著名的烟台大学 据我所知她就在海边 哇 你知道夏天这个大学可厉害了 就他们上完课 直接就跑去 跳到海里边就游泳 神奇 但是话说 虽然说大家都迷恋女神 但是现在最近一段时间 其实 大家对于女神呢 但他们的安全状况 是有些担心了 就是身为女神 你们不小心打个车 你那个弄个网约车的话 很可能不知道碰到 什么样的网罢单 对呀 所以弄的现在 其实许多女神 许多小姐姐都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说到了 就是 其实包括我们家 现在各位女神 每次他们出门 哎呦 我这心操的呀 就简直 不要不要的 就各种担心 真的 按钢路 比如你们现在一出门 我真的是儿行千里 不是 女神千里 负担心 就这种感觉 现在新闻是挺恐怖的感觉 对呀 很多那种不太 最近好像是不太好 很不好 那种 什么新闻 那些 对对 色狼啊 变态啊 特别多 所以我马上就要说到的是 你们几个 我接下来都要布置 要把你们的那一些信息 手机的信息 什么都要修改一下 因为人家会看你们是什么样 看你们的图片 那接下来我就要说到 就是网约车事件 引起了严重的后遗症 好多的妹子都吓坏了 然后有网友就晒出来 说他们家母亲大人下命令 整个家族啊 就是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晒的真实的这个东西 哎呃 在这儿 瞧 我妈在家族群号召 必须我们所有女孩要修改滴滴的资料 OK 然后那个每个人 每个女孩子都不得不修改 大家瞧一下 说这位原本他这个滴滴资料这样的 Nancy Lee啊 90后 哎 公司上班 还写着 是不是吃掉我的胡萝卜 还一张美美的照片 然后他妈说改 说这种照片你敢放到滴滴上 改立刻改 然后这位小姐姐赶紧改了 改完之后是这个 这样子 大家看这风格 叫做暴躁老兵 龙的传人 70后 政府机构 中国战狼 冷风 我帮你 你还回我 那我就干你 就就 就这样 然后上面一个就是留着纹身的一个70后大叔 哇 和他原来的这个对比还真是蛮强烈的 就是从一个小姐姐女神级的小姐姐 直接就变成了一个中年油腻大叔了 然后他们家其他的女孩也都纷纷改 改完之后 您看这个 对这风格 这位改成叫做绵阳老兵 其实原本是吧 是个95后的女生 现在叫做70后 对 然后数的是黄沙百战 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然后再瞧另外一位 改成叫做军魂勇在心 70后 是吧 喝醉猪 喝醉猎的酒 打醉野的狗 干的好 干的好 这是不是把他老爸给贴上去 这是不是把他老爸给贴上去 再瞧这个 龙的船人爱打人 又是个70后 首战用我 用我必胜 我天 瞧小姐你们 吓成什么样的 再瞧这位 宋大壮 70后 泰拳职业选手 全国第18届泰拳大赛冠军 这宋大壮上脸是打泰拳给打肿的吗 这个 然后 反正大家各显神通 这个叫什么 灭霸和50后 寄生办主任 就是咱们的妹子们已经下的就成这个样子 就是活脱的把一帮90后95后 给逼成了中年油腻大叔 但是这个样子就像刚才有网友提出问题 那他们还能 能打到网约车吗 会不会网约车见着都绕着走呢 那这种车就绕着走得了 安全第一 是吧 就是哪怕打不着车 你也不能够说 让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大家一串的打溜 还有人夸 还是当兵好啊 对啊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也有人搞逆向操作 什么叫做逆向操作呢 就是这不是一些小姐姐妹子 纷纷把自己改成什么70后大叔 是吧 都是各种的凶猛 然后居然有人倒着改 就是现在有男生吧 把自己图改成女孩 你比如说像 像这位 改成浅文秘书 其实他是一个对吧 一个那个 一个肥宅穷了司 但他改成这个时候就发现 打车容易多了 哦 然后还有这位 这哥们也是改成一个美女 但其实喜欢喝草莓牛奶 阴阴阴阴队磨 喝 他干嘛呢 他其实是一个退伍兵 看不惯这种歪风邪气 就专门想教训教训那些兔崽子 你看这个也挺传奇的 所以我在这里也真诚的提醒各位 要小心 对吧 就是毕竟呢 还是有许多不安全的因素 所以尤其是各位女生 我觉得你们可以见见一下 把自己的滴滴资料 听说他们现在要整改之间 我们等不了 就赶紧把自己资料该改就改 然后你要觉得想用一个 就是一看就是比较垮的大叔 你们可以用我 用我的头像 欢迎大家使用 对吧 你们现在截个屏 然后放上去 我想问一下 你改了那个资料 你打了车 你还是会上那个车 对啊 可是是这样的 他们有的司机是专门就 就搜这种资料 他专门接这样的一生 其中有些就是心怀不悔 我觉得这种还是治标不治本 就像一个色狼 就像网友会说 你穿了这么漏 怪不得人家会这样的 就变了你知道吗 应该是去责备那个坏人 对 就像有些女生 不管你好还是不好 就是总会有这样的人 对 我们跟安根洛洛说的对 就说有些人特别奇葩 他们居然会说 谁让你穿那么漏啊 谁让你那么漂亮 那你活该被骚扰 这什么狗屁话 这什么混账话 安根洛洛 我跟你讲 你还是要把那个 给你发私信的 什么那种坏蛋 到时候告诉我 我在这边亮了 晒晒它 让网友去 太多了 不用告诉 其实也没什么 待会儿我给你一个 治本的方法 好吧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 继续要说到 就是说这个 来看一下 还是有吓人的事情 来自四川的消息 就在应该是昨天 四川乐山有一个女孩 在打出租车的时候 遭到男司机的骚扰 OK 他当时穿个漏肩的衣服 坐在副驾 然后他有个头发 掉了一根在锁骨那儿 然后没想到 司机伸手给他剪头发 这什么意思 人家穿着漏肩衣服 你剪锁骨头发 什么意思 下车付钱的时候 司机突然对他说 你很漂亮 然后动手来拉他胸前的衣服 啊 就有这样的事情 我天 我们需要来看 现在这个司机 应该是已经被警方给拘捕了 好像说是要给他拘留十天 大家觉得这个处犯合适吗 走你 叮 哇 这司机还笑呢 我去 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网友车司机 也没找到 这个也太 这个司机 我去 没法说 所以说啊 风险处处存在 处处有 大家还是千万要小心了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之中呢 说到了就是那位 山东济南空景 对吧 不幸遇害的这个事件 然后呢 有一位网友 他专门给我发了一张图 问我的看法 我现在把这张图展示给大家 这个呢 是在河南郑州的街头 一辆这个 郑州的出租车 对 车牌号 遮了一下 他这个车 后车窗贴这个标语 愿空景一路走好 愿天堂没有 网约黑车 哎 我觉得这个就是 郑州人民的一个 比较正向的一个态度 所以 在这里 我要说呢 我这儿有一个礼物 要送给我们家 阿根欧洛 确切说 我也给我们家 每位室友呢 都准备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是我便搜了这个防狼神器 就是我想把我们家的室友武装起来 因为毕竟我不可能随时陪着他们 对吗 那怎么办呢 我查来查去 就哪个最好 一开始我想找的是喷雾器 后来我又想找什么电棒啊 什么各种东西 但是后来我经过认真的咨询 意识到最好的防狼神器 其实是什么 是我手里边 我刚刚买到的这个东西 OK 对 一个蓝的一个小圆的东西 其实它有各种形状 是什么 警报器 什么意思呢 一个女孩子 她拿着一个电击枪啊 什么之类的 对 人家会躲过来 你带把刀子 人家会抓过你刀 然后来伤害你 你拿喷雾剂 也可能被人抢走 但是这个东西 就是警报器 其实是最好的 你知道罪犯最怕什么 就是这个黑暗里边的家伙 最怕的是光明 然后这个罪犯最怕的是 是大声的响动 所以防狼警报器 我也推荐给大家 这我也不替谁做网告 这个现在顾不了这些事 就是说 让女孩子随时拿着 对 关键时候 她把这个东西扒出来 这个东西就会放出巨大的声音 然后呢 甚至女孩子可把它扔掉 你就没办法让它停下来 插回去就能够 是吧 就能够让声音停止 但是你把它扔掉 就找不到 大多数情况 尤其是在夜里边 这个声音非常响 能够传得很远 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我建议现在在线的男生 我们现在有两万五千多个网友 你们也可以考虑给自己的女朋友 对 或者心目中的女神等等 买一个试一试 好 这里边有人一个这样 叫我们试一试 你们确认要试吗 因为这个声音不小 欧罗就说 他们想让你试一试 你想试什么 我看一下 你当心啊 我等一下 它没有电 没有电 是这样 它就是这样 底下这个吧 到时候用力把它拔出来 然后就想起来 用力把它拔出来 你先等一下 我先捂一会儿都 然后那个 那我呢 我没有 那个还好我带了耳机 没事没事 就拔一下就行了 然后当时你再拔 你只按这个吗 不不不 你就 就 那后边那个底下那个 对 现在就拔 对拔 不是炸弹什么 不是炸弹 不是炸弹 好恐怖 你做这个 太恐怖了 你这样 不恐怖 这个到时候要用它下走坏人 那你拔你拔 不是 你得学会使用啊 最后是你防了 就拔一下就行了 对拔出来就行 这样才能关掉是吧 就是把它插回去就关掉了 真的送给我了吗 是当然这就是给你送的 那怎么充电什么的呢 它里边有电池我装好了 然后到时候等没电池 我再帮你换 行吧 好吧 这个不会是窃听啊 然后你去把电池 去去去去去 什么窃听话 那个那个 你把它绑在什么钥匙链 或者什么包上 这个挺好的 就吓它 对对 然后它肯定希望你把它制止 然后你可以把它扔在地上 或什么地儿 就等于它就停不了了 太好了太好了 你明白吧 我给我表妹的推荐 像我永远不会遇到坏人 有人说成功防住 临终白狼 这什么话 什么不是防我的 是用来防色狼的 搞清楚 小白你该耍剑了 欧罗把我的剑递给我 哼哼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小白老师 为你编辑主持的 小白合租日记 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呢 是理性与幽默并重 正义与调侃共存 哼哼哼哼哼 OK 有人说楼下邻居上来了 这个真的很想 就是你们明白了吧 其实这个对于女孩子 是最好的防身武器 有人说临终白狼犯罪行为 被制止了 你们这个都想哪去了 孔子曾经提倡全民佩剑 人人见勇为行侠仗义 让坏人战争惊惊 我觉得孔子他老人家说的太好了 我觉得 我觉得作为男人 对吧 我们就应该行侠仗义 仗剑行走江湖 关键的时候保护我们的女孩子 哼哼 但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如果 比如说你跟司机两个人在车上 你就不用拉了 没必要了 或者是你 就像那个空姐一样 就是已经被带到那种荒山野岭了 你拉了 一样有用 你知道这个生 或他你会激怒他 不是 像比如说像街上 或像家人 或是人多的地方可以拉 就是吓一下他 不 就是在那个什么地方也没有用 因为他那生意传的特别像 那个时候 可以拉 然后也还要安抚犯罪协议人的情绪 这因为他有时候安抚不住 你知道吗 有个女的多牛 那男的想强奸他 结果他安抚到那个人去请他吃宵夜 然后他在报警把那人抓了 那人碰都没碰到他 欧罗 你听我讲 那种白痴脑残疾的强奸犯很少 大多数 是吗 我就我不想吓唬你 就是 你就牢牢把这抓好 就毫不客气 然后不解释 就毫不解释 我以前真的想去买那种电机棒 你会被人 你咱俩试试 我会能躲过来 很容易从那躲过来的 你惦不到我的 对 就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男生力气大 这里有人说 小白其实你可以教他们 踢裤汤插眼会更好 焦腾的过程中 我还能活下来吗 踢裤汤真的有用吗 就我看很多电影电视剧 就太夸张了 踢一下那个人就动不了 并不容易踢好 你知道 一定要踢准 下回我教你们练一练 就是说实际上 就是说 当你这个腿抬 让它查去的时候 基本上踢不着了 你一定要用膝盖 就猛一抬 让它避不开 然后要找准备 就装一下 撞前面是没用的 要撞稍靠后才有用 我不行 这个下回要 一定要大家演练一下 像我长那么丑 怎么会遇到 那为什么 就咱们这居然有人会去骚扰你 在私信那个时候怎么回事 OK 有人说赶紧练练 你们在想什么 我会找一个模型来 让他们来练的 我也犯不着 为这个 就把自己 OK 总之各位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今天这个社会 在今天这个时候 我觉得作为男人 我们必须 我们有责任保护好 我们身边的女孩子 而且问题在于我们身边的 就这种奇葩变态 越来越多 我们下面讲的这件事 我真的是 就百思不得其解 什么事呢 说就在前两天 在那个北京长江区 大跃城 抓了一个变态 这个死变态 他是怎么回事呢 是一个女孩 去大跃城吃个饭 吃午饭 然后又出件事 有一个男的坐他对面 鬼鬼祟祟的 说他要干什么 后来发现啊 说这男的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吧 居然就拿一手机 大家看 就这就是那男的 他把手机放到底下 干嘛呢 他在拍这个女孩子的裙底 所谓裙底就是裙子里边 哎 结果后来被抓住这变态 砰腾一下跪下了 对 求饶 就这么一个主 哎 我跟你讲 就这个事我就知道 就特别的 觉得特别古怪怪异 为什么 因为前几天上那个 上小课的时候 我的学生 然后我们就讲说那个 拍摄作业选题嘛 他们就讲到说 说我们需要那个星光超市 好像有个变态 他干嘛在那偷窥 因为星光超市的三层 有那个浴室 他就在浴室后面偷窥 我说这种直接抓起来啊 他们说不是 他说老师他们也 他也不是直接偷窥女浴室 因为看不着 他偷窥什么呢 他是等女生啊上楼下楼 他在底下往上看 他就等于是这样就看 或者偷拍人的裙底 就裙子裙子里边 就这个事情把我闹到 真是莫名其妙 各位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就是拍裙底什么意思 就是女孩子穿个裙子 然后她拿手机啊 就拍你裙子里边 不是 这有什么好拍的呢 我的意思是 这种主这么有那个兴趣 那你随便去个游泳池 对吧 那不等于都就直接是裙底吗 那有好 有什么好拍的 至于吗 对吧 那那这种人他还能看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全运会 什么奥运会之类的吗 那那里边要是游泳锦标赛 好像游泳比赛 他他会怎么样 他会疯了吧 对 看个体操 然后激动的要死 那要是万一 比如冬奥会有花样滑冰 看个冬奥滑冰 他是不是就就直接就死在电视机前啊 就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 就是拍裙底是多么奇葩的 莫名其妙的 你听说我这种变态吗 听说过 对啊 这是什么奇葩行李啊 就拿手机或者是拿那个 对 这有什么好拍的 镜子在那照人家的底裤 最后就拍半仙就拍 拍人家穿 就觉得很没有意思 太恶心了 这不是有病吗 对吗 而且还是我认真的问 我真的理解不了 就是我的想象力 达不到他们的这个边界 我的意思是 是 就是他们这种变态是什么意思 是 是只要有人穿个裙子 或者说只要有个裙子 他就忍不住 控制不住的就想往里边拍的 所以你们见到蒙古包的时候 是不是特想也就是伸个手机拍个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那个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那穿裙子的人多了 比如说不仅女孩穿裙子 据我所知在世界上有些国家 男人也穿裙子 比如说在苏格兰 苏格兰男人吹个风笛可爱穿裙子了 对你们听风笛的时候 是不是也冲过去想要拍一张 你会被人揍的 对吗 然后据我所知 比如欧洲中世纪那战马 战马都有裙子 你们见到这些马 是怎么着也要迎上去拍一张 你们会被活活踩死的好不好 就是这什么奇葩的毛病 裙子有什么好看的 我去我这不能理解了 我只能说现在连变态都这个水平不行 一代不如一代 无法想象 有人说凤姐也穿裙子 对啊凤姐也穿裙子 你们去拍啊 我去 不敢想 不敢想 有人讲到说而且苏格兰人不穿 好像还真是这事 就说苏格兰男人有时候就这裙子他 他里边其实是不穿什么的 那这时候你去偷拍裙底 你会觉得格外的酸爽吗 我靠 我就真的不能理解你们这些死变态 到底在想什么呢 有网友建议说把那些心理变态 全都送到苏格兰去吧 好吧 有人说凤姐在老外眼里是美女好不好 ok这样的美女我们全都愿意送给老外 包括这种喜欢拍群里的全都送给苏格兰 只要他们肯要 有人形容说 也可能是格外的自卑哦 这位网友说 欧洛姐姐真棒终于肯回来了 小白老师真有面子 谢谢谢谢 好吧 这个说的是死变态 然后也说的是这个安全问题 是吧 然后我把一个警报器送给我们家的安庚洛 我也送给我们家的每一个室友 我真的认真的希望大家 把你保护好你身边的女孩子 给他们准备好一些防狼的利器 有人建议我推荐两本书 ok推荐书这个任务呢 今天可以有一件可以让那个安庚洛稍微说一下 安庚洛现在正在看的书是 乌合之众 能够给大家简单的用半分钟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不能 我刚看是那个新秘局老师推荐的 很多老师推荐这本书 ok 才买的 好吧 其实你不用买咱们家书架上有一本 就在我那屋的书架上是有的 是吗 对没关系你慢慢看啊 这本书值得值得好好读 这个网友说的好 小白老师今天的衬衫很苏格兰 苏格兰 ok 现在时间是21点14分 各位正在关注的依然是小白老师为你编辑主持的小白合作日记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件事呢 就是这周我们的节目只播出两期 因为明天呢 明天不好意思我要飞到上海去 就是我得去探亲去 所以但是下周我们会回复到三周 不是三期 然后那个明天我们会安排这几期的滚动播出 好吧 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我想大家可能已经听说了 就是现在呢中东又乱了起来 就在加沙地带 因为就在这个14号的时候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他是搬到了耶路撒冷 因为以前呢美国的大使馆呢 就待在特拉维夫 以色列以前的首都 但以色列宣布说我们的首都签到耶路撒冷了 大家的大使馆都过来吧 结果许多国家都不愿意去 美国也一直没去 但是现在特朗普上台之后 他说我要兑现我的竞选诺言 我要搬过去 他真的就搬了 而且他派出他的女儿和女婿 到以色列去出席这个搬管仪式 为什么派他女儿女婿呢 因为他的女婿其实就是个犹太人 嗯 这样做不是特别好吧 结果呢就引起一番巨大无比的混乱 真的是一场大乱 而且是很多的人命啊 那以色列 登 这个是特朗普派他的女儿伊曼卡 到这个新的大使馆去接牧去了 对吧 这个笑的笑颜如花 但是巴勒斯坦人很愤怒 是吧 这边是各种的欢声笑语 对吧 接管 新管仪式 但是另外一边 巴勒斯坦的妇女和儿童 还有老人都走上了抗议的这个街头 但是 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这边是欢声笑语 那边呢 乱作一团 现在已经导致啊就是 几十名巴勒斯坦人 抗议人 抗议的这个巴勒斯坦人被枪杀 被以色列军队瞄准干掉了 这个事情其实挺严重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该怎么形容这个事情 就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 你知道一天就能够死几十人 伤几千人 好不得 这如果是叙利亚干的 那早就已经骂死了 说你们这个没有人权 可是 可是现在是以色列 那么西方国家反应又如何呢 我来说 我来说 你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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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bt % 通常 ifa 中文字幕提供 التي تتعامل بها إسرائيل مع أبنائنا مع أبناء شعبنا مع أبناء شعبنا مرة أبناء شعبنا شعبنا شكرا شكرا run يا الت spons 以色列的荣耀与悲伤 这是讲的是以色列 从最早他开始复国 到这么多年的历程 其实说真的 在全世界各地 许多人是同情犹太人 在历史上遭遇 甚至也同情以色列这国家 但是以色列不要白白的耗费 世界各国的 就是人民的同情心 现在干的事情就是屠杀呀 而且其实我读这本 以色列人自己写的书说 我就觉得特别可怕 他们就讲到 就在二战结束不久 其实是吧 在屡大城 以色列军队就已经开始 动手屠杀 屠杀巴勒斯坦的平民 围着清真寺 向里边扫射开火 这个事情是纳粹干的事 就是犹太人在做什么 而且现在发展到 真的觉得就这么大打出手 然后全世界只好忍了 巴勒斯坦人无力反抗 现在情况发展到 就说只要巴勒斯坦人 扔石头 直接就开枪射击 这个真的是无以伦比的傲慢 就是完全不把别人当回事 我镇压你 你反抗 扔石头都不行 我就毕掉你 这个可怕 所以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巴勒斯坦人希望联合国予以干预 联合国恐怕是干预不了 为什么 在联合国有美国当之哟 来看看美国代表在联合国的发现 他不值得我们在联合国上 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讨讨论 不是 死了五十几个人上千人受伤 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 他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来讨论吗 那之前白头盔造假视频 说以叙利亚政府导致平民伤亡 你们就立刻要轰炸人家 这这个就太 所以但是美国这态度客观上 使得联合国无法对 在加沙地带发生的这些流血的惨 采取任何的措施 你看 那这个就是问题了 所以什么叫做弱国无外交 就是这样的 就是就像当初 中国人民曾经寄希望于国联 来干预制止日本的侵略 靠不住一样 巴勒斯坦人民终究也会明白过来 联合国是无法制止以色列的 这里有人网友评论说 以色列打赢了局部战争 却输掉了战略 对啊 就是你如果始终处在一个 被包围周围所有国家都痛恨你 你能坚持多久呢 我一直在想 以色列人民到底有没有真正 汲取历史上的教训 有人问我书名叫什么 这这本书写起来真不错 我的应许之地 My promised land 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写的挺好的 其实他写这本书的人 算是一个以色列的左翼人士 他自己揭露了 他在以色列军营 见到以色列士兵如何虐待 加沙的普通的平民 对啊 就他算是有良知的 有良心的 但是好像我觉得 他好像也没太多的座位 就是要知道 以色列在从前 他就在那个地方 那为什么他后来灭国 他所有的人民 被迫流亡到世界的不同的地方 那如果你们现在这种方式 再继续的话 你始终无法做到和加沙人民 和巴拉斯坦人民和解的话 那最终等待犹太人的命运 到底是什么呢 你永远靠强势 靠美国的支持 在那里凭着军事领先 毕竟以色列狭小 只要一个蘑菇云升起来 可能就是灭族灭国之灾 这难道不是现实吗 所以我其实不太理解 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 现在的这种选择 你知道他曾经距离 真正的和平非常之近 什么时候 拉宾 就是以色列的前总理 对吧 拉宾大家应该知道他 因为他当年就是突击队队长 他是勇猛的斗士 他是百战百胜的将军 所以当他由他发起和平的时候 与巴拉斯坦人和解 是有真的有希望的 但是在最接近成功的时候 他被以色列人 自己人给刺杀了 对 给刺杀掉了 刺杀之后原本 国际社会都觉得 那么以色列工党 一定能够赢得大选 然后继续推动和平 然后你猜怎么着 工党以极其微弱的优势 输给了右翼利胡德集团 也就是以色列人民 在很短时间内就抛弃了 就他们的前总理拉兵 就等于那位总理白死了 然后就开始离着和平越来越远 那就是最接近的时刻 对啊 我就觉得不知道 他们在做出什么样奇怪的 莫名其妙的选择 反正 现如今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然后联合国 基本上也对这个事无所作为 所谓中东的乱局 只会越来越乱僵下去 不过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人 非常的想向往着联合国 至少想去看一看 我们接下来讲到的是 就在昨天 有一位来自台湾的网友 他在社交媒体Facebook上 发文分享他的亲身经历 他控诉这个联合国的一个规定 什么规定呢 说就是来自台湾的这个参观者 如果你想持着所谓的什么 什么中华民国护照 去联合国旁听 不可以 被拒绝 那就在昨天 对吧 这位台湾网友又跑去了 质问说 为什么台湾不能够 为什么台湾不能加做联合国 然后工作人员解释说 说因为会员国 中国已经包含台湾了 人家回答的很明确 对啊 这个台湾网友 他的名字叫做高瑞腾 我们看一下 他在联合国拍的 这个兴冲冲拍的这码的照片 拿着自己一个所谓护照 跑到联合国去 然后人家不让他进 对啊 就是警卫拒绝 说不承认你的什么中华民国护照 坚持要他拿出中国大陆发行的台胞证 才可以进入 然后对于这个规定呢 这个高 高瑞腾啊 表示不服 然后警卫 跟他结果就坚持嘛 双方僵持很久 然后这位高瑞腾 拿出了他先前在美国申请的加州身份证 加利福尼亚州的身份证 然后得以进入参观 不是您拿一本护照拿半天 最后拿出一个加州身份证啊 进去之后他又想搞事 对他又拿出这个什么护照 要拍照 立刻被引导员制止 让人说你不能拿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说 为什么 为什么台湾不能叫做联合国 然后对此明确解释 说中国在联合国已经有 包含代表台湾在内的领地了 OK 所以这个人基本上就是自找没去咯 然后呢我们也给他普及一下 你们以后再去联合国的话 拿上个台胞证就可以咯 对吧 这个事很难嘛 而最逗的是这主 在这儿还僵持半天 说什么啊 这个僵持了很久 拿出了先前在美国申请的加州身份证 得以进入参观 你看 对啊 所以真正在这儿搞台独的人 什么人 是已经找好了后路的人 对 拿着美国的那么一个什么身份证 然后要进联合国 没出息 那你就拿着好了 你又拿出 掏出一个台湾的一个护照 什么意思 无聊 所以呢最近啊我国台湾省的部分人士 搞了很多的无聊之举 然后到处被人家怼 最新的我们要讲到的事情是 马来西亚的大选刚刚结束 对啊 然后呢前总理马哈蒂尔当选总理了 是是是90多岁 算挺厉害的 然后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居然引起一场 马来西亚网友对台湾媒体的口诛比发 不是这和台湾媒体有什么关系呢 说是这样的 就是台湾有一家青绿的那个电视台 在报道马来西亚选举结果的时候吧 简单总结为 哎呀 青中派 青中 青中国 青中派大败 反中派大胜 意思就是说 胜利的是反 反对中国的一派 对啊 然后在这拼命的分析说 哎呀 这里面有中国因素啊 然后没有想到 这个报道传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迅速引发不满 然后许多马来西亚网友 纷纷到这家台湾的电视台的那个 Facebook上留言抗议 说你们在这挑拨了一件什么呀 对啊 骂了他们狗血喷头 这个事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来瞧一下 就是马来西亚网友是如何骂这些 这些台湾省的这个 就是 脚屎棍 只能用脚屎棍来形容 大家看 说我们马来西亚事情 你们鬼岛干嘛 还报道有的没的 管好自己岛就可以了 就管台湾岛直接叫鬼岛 然后有些台湾人就说 怎么可以叫我们鬼岛啊 然后人说你们就是鬼岛 就是鬼岛 就是鬼岛 对啊 然后这个说 对 这里是马来西亚不是台湾 不需要你他妈来发表你的伪论 就正如我们马来西亚人 不会去批评你们的总统 马加匾和最近掏空国库那位 然后呢 这位马来西亚网友 就直接就开骂了 大骂这个台湾媒体 骂的还挺爽 瞧这样 然后有一个台湾人在那怼 回怼嘛 然后出现一位马来西亚美女 说这个专业是属于台湾的 但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呀 台湾啊 但是在刷什么存在感啊 一直在退步 还在那边刷优越感 哇 好酷 好酷 马来西亚这位小姐姐 很有拍头 对啊 就这种感觉 嗯 干什么 旁边一个小兔仔的导致 嗯 想干嘛 对 旁边就是台湾媒体的 嗯 马来西亚小姐姐 干得好 我看到这忍不住的乐 就是 是这样的 就是正好我带的学生 比如我现在小科技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 我去年也带过马来西亚学生 我觉得他们 安静 对 友善 又认真勤奋 很好 很不错 对啊 然后基本上都是马来西亚华裔嘛 经常说的 而且他们用简体字 对 然后 然后对 对中国非常的友好 然后台湾在这刷存在感 活该被人呻呻呻谁啊 对啊 都被人骂成鬼岛了 管好自己的事 滚滚滚 还在里 然后不仅有这个台独 就倒点乱蹭热度 港独也在蹭热度 谁呢 港独有个著名的演员叫做杜文泽 大家听说了吧 杜文泽这回也想蹭一蹭马来西亚的热度 赶紧发表点言论 大家看 马来西亚东方日报报道 对 是吧 杜文泽说我居然哭了出来 他就对马来西亚大选 就是各种的在这蹭热度嘛 然后马来西亚人直接怼回去 说这个 港独收皮了 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在自己国家搞独立搞分裂 所以请你滚 港独分子汉的啦 想抽水 我们不欢迎港独垃圾 我们亲祖国 汉奸一个 直接骂 吃屎了你 这就是给杜文泽的这个反馈 很好 像这位嘛 说这些港独分子真的脑残 大马华人忍受了几十年的不公 寄人了一下 终于换了点希望 你一个香港人哭什么 对吧 香港不也是你们当家做主 指着大陆人鼻子骂吗 还想怎么样 就那么想做英国殖民地啊 被别人指着鼻子骂 叫你滚回香港哦 OK 大家有了解吗 这下大家知道了 就是原来在马来西亚 很多马来西亚华裔 对啊 对于中国大陆 有着由衷的亲近感 他们鄙视台独 他们厌慕港独 他们毫不犹豫的选择立场 站在中国一边 但是 但是其实在国内许多人并不知道啊 而且你看看人家 就是 我接下来给大家放一段 我给大家放一段什么 是什么呢 说有几个台独分子女大 对啊 跑到马来西亚的华 华裔的华人的社区啊 去宣传反对中国 对啊 各种分裂行径 结果把几位马来西亚的老人家给激怒了 看一下人家 马来西亚的老人家 他们是怎么怼这些台独分子的 这些死台独 走着 只是把你们 只是禁止你们 这样都去过 有数人去过 是报事 可以 我们要报警 你们是中国人的 你们是中国人的 滚住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不犯应你们 你们这些汉奸走狗 你们做什么 你们做什么 就是靠这个东西的眼睛 你今天来的费用啊 谁给你 你最重要的 你不要跟我们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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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什么 放屁的就是冷静 冷静 你们天天就在搞 全世界搞 你们去搞中国 你们去中国大使馆就反 你们去中国大使馆就反 中国今天多么好东 好坏 你们这些汉奸 你们这些人啊 被美国中国去大使馆就反 不是在这边反 我们这里不是中国的政府 不要冷静点 你放屁 你来搞大事还冷静 你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的东西 给他拿掉 不可以拿 不可以拿 留在冷静里面 你要把你的 要来 不是要不要打 拍 有报纸 你要记者拍 给他拍 来 来 写 写好我来 写不好 连记者都要打 不好意思 这个是我的车 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你们这些啊 这些啊 不是中国人 来 走我们报警 他不走我报警 你报警 这个 我有钱可以拿回吗 我要给你拿吗 你为什么 这里是你部长 当然了 那我走了 你不可以撕我的东西 我撕你撕你的什么财产 你什么财产 来来 把事业 没有看他是什么 你打女人 你这个人来捣蛋 我们的 你打我们女人是吗 你什么打女人 对啊就是反中国的政绩 来这边啊 给美国老虎来来反中国 来破坏我们马中友谊 现在还来到我们新纪元这边搞 这些东西还可以给回你啊 这些东西还可以给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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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安 北安 大马的 来 全部把他拍起来 把他抓去 这些东西我们撕起来 你们也要拍起来 你看这些人啊 为什么要这样凶暴啊 什么凶 你们才凶暴啊 我看到你们这些鸟人啊 我讲的有权力杀你 我每个都给你断 头都给你掉 你这样什么鸟都没有用啊 你还要杀人啊 不是 只要可以杀人的话 我一定把你杀掉 不可以而已 所以我现在只能 OK 这个看的挺解析 OK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在遥远的马来西亚 在我们许多中国人都不知道的时候 几位马来西亚的老伯伯 他们在捍卫中国的立场 他们在怒斥汉奸 走狗 怒斥分裂分子 对啊 就是当我们看到他们 这么热心的在为中国 在发声的时候 在呛声那些台独的时候 我们应该反思一下 何以我们现在国内 居然让一些今日 在那大行其道 是吧 今日可以在网上破口骂人 今日可以跑到一些抗战的 对吧 那个历史文物去拍日本军装照 今日现在还在造手机 还还在那拥有上千万的粉丝 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 ok 有网友说老人家长命百岁 还有人问马来西亚怎么说中文 在马来西亚有非常多的华裔人口 他们现在就是在说中文 而且他们对中国非常的友好 非常友善 他们在我们并不了解的时候 在维护中国 Ok 所以所以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身在中国国内 其实对吧 也要想想 我们是不是有些事 也应该做一做 该做的事情 就要做吧 现在时间是21点36分 各位正在收看的一件事 是小白老师为你编辑主持的 小白合租日记 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二三四的晚上 八点到十点准时开播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马上就要结束了 因为阿根和陆啊 其实今天被我引拉过来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已经非常辛苦了 他也挺忙的 所以 不要不要 让他早点休息 然后待会我会跟他一起呢 研究一下那个警包器 然后我再教他几招真正的女子防狼术 对 就是踢的时候应该踢哪 我顺便跟你们也说说 就是说用脚踢就完了 一定要就是站对的位置 然后蹦的某一台膝盖 蹦一下 就是当场把这个色狼撂翻 OK 那然后呢 需要在这里解释一下 就是明天因为我要回上海去探亲 探望家人 所以明天晚上的节目呢 要暂停一次 但是下周 下周二三四 我们的节目呢 会照常播出 好不好 所以这个感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 还是再动员一下 首先是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林中白狼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 那个我们家室友阿根欧洛 他的新浪微博就是阿根欧洛 然后大家呢 如果能够上YouTube油管的话 可以搜一下小白合作日记 对呀小白合作日记呢 这个有各种精选呀 有完整的也有 但是在如果上bilibili的话 能够看到一些精选 我们尽量的把一些片段能够上传 好吧 那么就这样最后结束时候 还是建议大家照例用一波竹子 为我们送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竹子 感谢大家的一片心意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然后我也知道呢 就是在我们的网友之中 真正就是那些犯坏胆敢骚扰我们家室友 比如说骚扰阿根欧洛的还是少数 我提醒这些人赶紧道歉 争取宽大处理 然后大多数网友都是好样的 你又要吃巧克力豆了 好久没吃了 就吃一颗 我觉得今天表现挺好 平时都吃好多 对呀 有人祝福我 记得带护具 小白当靶子 这个 这个 这个事再说 好了各位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重播党到了 你快下播 我们要从头开始看了 狼哥空姐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想他了 空姐此刻在洛杉矶 然后也许下周说不定会在家 会在北京 我们下周再看 马上就要下直播了 不由得有些依不舍 大家除了竹子之外 难道就没有点什么其他的 什么龙虾呀 什么什么佛套墙之类的诉讼吗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见 节目结束之后 会自动进入到重播状态 然后等到这个周末 我们会争取安排几期的联播 好吧 感谢大家支持 虽然恋恋不舍 但是重播党已经非常着急了 那就这样吧 拜拜 谢谢烤鱼 谢谢竹子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支持 万分不舍 下周见 没有枪子